- 針對油炸用油的標準 衛生署與學者研傷之後 訂出規則 日後將以試質來檢測 如果酸價超過2.0 試質由藍變黃或綠 就該更換炸油 而非以使用的時間 來做標準 2.5下降到2.0 更來確保油脂 在操作過程當中 也品質了一個準則 如果業者不依法檢測 最高可以開罰30萬元 台北市衛生局今天也突襲 發現有業者使用 未經登記的綠油粉 已經將樣本帶回 非茶是否違法 曾經以獨特嗓音 及月球漫步 風靡全球的Michael Jackson 在台北時間今天凌晨 瑜伽中身亡 他曾經出過7張銷量 破百萬的白金單曲 拿下13座的葛萊美獎 不過走紅之後 也因為不少是非 登上媒體版面 在他身後除了留下 許多歌迷的惋惜之外 也還有5億美元的天文債務 需要被處理 中國新華社24號指稱 異議人士劉曉波 因為涉嫌煽動顛覆 國家政權罪依法逮捕 劉曉波曾是天安門運動的 發起人之一 去年底和300多位學者 聯名簽署08憲章 要求中共保上人權 而在發表的前夕 他就被公安軟禁在飯店 以外界失聯 如果被定罪 將面臨漫長的刑期 上星期發生在 中國的東莞台商 因為勞資糾紛 遭離職員工殺害 兩死以重傷的慘劇 事件鋪落了多年來 台商前進中國的矛盾 已衝突 台商到中國經商 到底面臨哪些風險 是否受到中國政府的保障 2008年實施了 勞動合同法 又為勞資關係發展 產生黨籍影響 台商的血與中國勞工的類 中國投資天堂 血和工廠 到底誰在欺負誰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 今天有個好話說的節目 我是主持人鄧信聰 第一次我們都是 你不知道的中國系列 其實公共電視有話好說 是希望透過能夠理性 而且不帶偏見的 這樣子一個角度 讓大家能夠一起來理解 現在整個中國 不管是在政治 在經濟 在文化 以及在社會上的各種 最新的變化情形 當然中國的經濟改變 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可是包括剛剛我們談到說 劉曉波因為08憲章 而再次遭到逮捕 以及說現在整個中國 在社會在文化 以及在勞工的這些問題上 其實是真的是問題越來越嚴重 上個禮拜的時候 兩位臺灣的這些商人 在中國經商 也就是臺商 這兩位高級的幹部呢 在廣東東莞這個地方 被殺害 真的這件事發生之後 所有人都非常非常的氣憤 為什麼這樣子一個工人 其實工廠已經對他是非常好 在他所謂的沒有工作的時候 還讓他待在工廠裡面 不但免費供他吃 供他住 可是最後他還要殺死這兩位幹部 到底為什麼 臺商在中國真的是充滿了血淚 可是如果換一個角度來思考 為什麼一個工人要所謂的逼上絕路 用殺死別人來去做出這樣子 大家無法理解的事情 是不是中國的勞工 在所謂的臺商企業裡面 也受到了某一種程度的壓榨跟剝削 到底臺商在中國是誰在欺負誰 是臺商在欺負中國的勞工 還是臺商在中國被所有的勞工 以及所謂的地方政府法令制度所欺負 今天有話好說 你所不知道的中國 我們希望能夠好好來瞭解 臺商在中國的情形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臺灣勞工政縣的秘書長 孫又蓮 主持人來賓及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特別歡迎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的理事長 高維邦 高理事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全國工業總會的常務理事 何宇何董事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何董事長同時也是臺灣一間 非常知名的傳統產業的董事長 同時他對臺商在中國的情形 非常瞭解 我們再歡迎資深的財經記者 阮木華 支持者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我們來回顧一下上個禮拜 兩名臺商幹部在東莞 想遭殺害到底為了什麼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是真的臺商對這些東莞的勞工太過於苛刻 還是說這些東莞的勞工 真的是無理取鬧而莫名殺人 我們先來看看到底上個禮拜 臺商在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情 東莞市大郎鎮的五金工廠 因為一名工商手掌被切斷的工人 劉漢黃 因為不滿資方提供的賠償條件太低 怒火瘋狂砍殺臺商幹部 當時追殺過程歷時近20分鐘 造成二死一重傷的慘劇 骨灰一回臺灣 臺商家屬痛苦失聲 臺商命喪他鄉的悲劇 外傳命案發生當時 在場看到的200多名中國工人 甚至是臺商請的保安 都沒有人伸出援手 連門位都不靠過去 我覺得這個可能有很大的問題 照理講他領薪水 拿我們的薪水 然後保護我們的安全 怎麼會連靠都不靠過去 可能在相處上面 可能沒有做得非常好 我覺得這有點可惜了 根據海基會統計 民國80年到現在 臺商被搶劫 傷害 恐嚇 勒索 有120件 327人失蹤 遭到殺害更累積到102人 前東莞台商協會會長張漢文 趁著中國海協會長陳雲林 這個星期到東莞活動時 向陳雲林反映 中國政府不要再推去第二線 而是要站在第一線協調勞資糾紛 管理局他希望什麼事都掩蓋 就是不要破關出來 盡量你們自己去協調 他這個問題都是出在這個地方 實際上你應該要有公權力 張漢文並建議台商 遇到勞資糾紛 千萬不要認為自己能夠處理 應該交由當地的中國級幹部協調 才能取得中國民工基本的信任 不要如何避免這場 悲劇再度發生 首先就必須釐清到底問題 是出在哪裡 為什麼一個工人要殺死臺灣的這些商人 以及幹部 另外就是大家一個疑問 就是說為什麼在這一名工人 叫做劉漢強 他在上工不到十天左右 就在這一間叫做展明五金的 這些企業 因為衝床不慎 整個幼長被截肢 因為整個受傷 然後截肢 然後那個時候 東莞市政府要求這間公司 就是台商企業 要賠償五萬八千塊人民幣 雙方之後就結束勞資契約 喚醒說說 我們這個台商就給他洗頭路了 叫他你不要來 但是薪資還是照算 薪水還是有給他 而且他還是繼續在工廠裡面 吃跟住 但是之後這一名工人說 這樣不行 他再告到法院去 然後法院判決說 展明這間企業 應該要賠償這一劉漢黃 這個工人 十六萬八千塊的這個賠償金 而且當時就扣押了 這個展明企業 十萬塊等值的設備 可是展明說 我最多最多 我只要賠你九萬就好了 因此展明不服 所以在上訴 上訴到二審 然後這個工人劉漢黃 多次要跟他的老闆 就是展明企業說 你錢要賠我 法院一審都判了 可是都沒有拿到錢 廠方這工廠的律師就說 我已經是依法律在行事 在這個之前的訴訟過程中 也讓你免費的吃住了 薪水也給你了 可是現在我要上訴 所以你應該要說 搬離開這個廠房 而且取消免費的時數 這個時候 這個黃 劉漢黃的說 你不行 他就說我要跳樓 我已經走投無路 我一定要跳樓 僵持一個小時之後 被所謂的說服下來 然後就沒有跳 可是六月十五號的時候 資方跟勞方 再進行第二度的談判 到底是要賠多多 可是雙方還是談判破裂 因此這個工人一言不合之下 就拿起刀子 把總經理跟副總 都是臺灣人殺了 後來新聞媒體報導說 他原本也不是要殺這些人 是要殺另外的人 所以有人講說是殺錯 可是也有人講說 他其實要殺很多很多人 然後連司機通通都要殺 我先請教一下穆華兄 你自己怎麼理解這件事情 當然所謂的 我們大概完全無意去批評 所謂的台商在中國 是不是真的所謂的 有那些事情 可是我們想理解 到底這件事 到底怎麼發生 我想這個凶手 大概是殺紅了眼 所以說才會在一路上 去追殺二十分鐘 那當然這個 現場圍觀上百人 甚至我們剛剛看到VCR裡面 講說這個守衛都不過去 其實他一定 應該有蠻深的仇恨在裡面 就是說這個老闆台商 過去在經營這個企業 在當地 是不是有一些 他自己本身的問題 那這個當然我們要去理解了 不過這個事件 實在凸顯跟曝露出來 中國大陸資安的問題 就是說你想想看 在路上追殺二十分鐘 居然當地的人 圍觀的人 都沒有人去施以援手 那這個其實已經違背常理了 那第二個事件 就是當地的公安 就是說在二十分鐘裡面 難道都沒有人去報警 那公安也不知道這個事情 也沒來做處理 或是說來做這個禁忌